今天我给大家出一个半贴甲片整甲操作教程 首先我们打磨修行 刻磨整个甲面 扫去灰尘之后 然后拿出咱家这款折五痕全半两用的这个甲片 它是可以全贴可以半贴 选好甲片的大小 我用的这款呢是台湾胶水 小黄车里面都有 我这个本甲看着比较亮 是因为刚才我涂了一下护甲练习记 方便不喜欢的时候直接可以抠下来 取适量的台湾胶水 然后在甲面上滑动两下去按压 大概数十个数的时候再去松手 这个台湾胶水它是带小刷子的 我们把甲片的两侧也要给它涂了就 每个指甲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贴的这个是高位半贴 因为它这个指甲比较小 然后用打磨机将我们本甲与甲片衔接点 这个位置给它刻磨平整 我建议咱们开美甲店的美甲师 你们一定要入手一台打磨机 真的是超级好用 特别方便 用了打磨机之后 你就会觉得特别省时间 而且没有那么费力气 剪出自己想要的长嘴 然后我们修一下形状 形状就看客人的手型 然后还有客人自己喜欢的甲型就可以 然后将整个甲面刻磨一下 然后衔接点的位置 我们用沙条给它带一带 就丑了更自然 整体甲型都修好之后 然后我们要用海绵刨给它抛一下 把甲片下面的那个毛茶 全都给它带出来 方便后期包边的时候好包 棉片沾着千斤水把灰尘都擦干净 然后我们涂吻合剂 吻合剂是平衡油脂的 我们就涂在真甲部位就行 不用整甲涂抹 然后我们上的是底胶 薄涂底胶烤灯30秒 最重要的部分来了 甲片要非常牢固的话 一定要上这种模型胶 或者是你家里有光粮胶都可以 它是一款硬质胶 特别特别牢固 加固甲片 然后或者是做延长 做一些贝壳水波纹什么的都行 最后擦去腹胶 我们把甲面抛一下 整体抛平整 最后强调一下 吐骨甲练习剂的时候 本甲不需要打磨哦 本甲不打磨直接吐骨甲练习剂 不想要就可以随时